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讲正空法师一个的开示 是讲关于善恶的标准 其实内容就是讲我们要众修福善 什么叫众修福善呢? 就是修善众福 我们要修善众福 一定要断恶修善 断恶修善首先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恶,什么是善 如何去断,如何去修 如果你没有标准的话 很多人都会搞错 把善就会写掉 把恶会以为是善 现在社会很多人都说 价值观颠倒了 论常道德本来是善的 现今的人将他当成是恶 一个讲伦理道德的人 这个人在这个社会 现今是不能生存 为什么? 人人都欺负他 人人都加害他 行善就变成无能 做恶的人反而受人尊重 为什么?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他成功 他是英雄 他是好汉 得到人拥护 明文利养 就有了 现今这些情况 比比皆是 其实真正修行是不容易的 真正修是不容易的 真正修要守得了寂寞 当个圆不成熟 我们要加工 继续努力 去培养我们的根基 这个很重要的 好像印光大师 他七十岁之前 没有人认识他的 因为他在那里培养自己 他在藏经国三十年不出门 所以这个长者 他在最后念佛、宗教、显物 各样他都通明 真正是可以说 广学多文 最后他选择念佛法门 不是随便选 是真实智慧选择 也不是别人劝他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是真智慧 是真学文 是要时间去收的 我们社恶行善是很难 去过去很容易 现今社会很难 因为没有人相信 人家所看到的 就是作恶的人享福 行善的人受罪 正如经常说 行桥保路无私鞋 杀人放火金腰大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情形 寄在心里 他怎样相信 经里说得很好 作恶享福 是过去生中 他还有这些福 他的福部很大 还未响光 所以今生他还在响以往即下来的福 当他的福响尽了 恶报便在现前 这个现前 你后悔太迟了 因为受恶报的时间很长 在人间享福的时间很短 你响多久呢 大不了20年30年 那就很多了 但是在恶报三图之中 恶鬼畜生地獄 无论哪里的时间很长很长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中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会觉悟 你就会醒悟过来的了 其实是有很多例子的 你只是看畜生道 有很多畜生 是因为不舍得他的财产 他的家园 所以他来到投胎 他福报大 就变成你家里的宠物 福报小的那些 那就要去开门口 好像那些狗 你细心观察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 察觉得到 你说多么可怕 其实投胎畜生道也算好 如果在恶鬼里 有个个案 他在美国的 师傅说 他说 那个人在屋里死了 但他不舍得离开 后来有人买了这家 新业主进去住的时候 晚上睡觉 经常听到很多人行动的声 有一天是下午 是日头 他在浴室冲略 竟然听见有人开门 叫他的名字 嚇到他 衣服都没穿 就跑出来了 这个鬼魂就是没有离开 因为他贪恋 地狱到我们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地狱的罪 就看不到地狱了 如果我们做了地狱的罪 但是这个罪报未现前 也看不到 如果真的看到的时候 就很麻烦了 我们进去很久都不能离开 所以法师提醒我们 要知道善和恶的标准 不是以一个人成功与否决定 而是如何收善去断恶 希望大家能够把持一个正念 那我们才能够收善中福 多谢大家收听